各位化疗俱乐部的会员大家好 我是陈俊医师 今天为各位介绍是认识化学治疗 化学治疗其实是癌症治疗当中 常常会遇到的一种治疗方式 许多病人都把化学治疗称作化疗 到底什么是化疗呢 化疗怎么做 到底是怎么样进行呢 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我会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内 为各位做一个介绍 顾名思义化学治疗是用来治疗癌症 所以很多人一听到癌症 要做化学治疗就好像 这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 好像被判了死刑一样 其实在台湾呢 癌症为什么会恶名昭彰 是因为根据统计 大概将近15分钟 就会有一个人死于恶性的肿瘤 而且呢 癌症的发生率是逐年在增加 无论是男性跟女性 都有逐年在增加 现在更有人提出是说 大概每3.5个人呢 将来就会有一个人得到癌症 通常我们在突然被医生 诊断为癌症的时候呢 通常大家都会非常的震惊 接下来 就会想说到底是不是真的 直到说 知道的是癌症了以后呢 就会想说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应该要何去何从 就会人生的旅程呢 好像遇到了一个转折点 不知道怎么选择 那时候呢 你就会去寻找一些专业的医疗的帮助 专业的帮助的时候 有时候会告诉你说 癌症的治疗你很不幸的罹患了癌症 可能要选择的治疗方式有好几种 包括所谓的肿瘤切除的外科手术治疗 化学治疗 就是用化学药剂注射到你身体里面 或用口服的方式来检查 或者是做放射线治疗 有人叫做电疗 但是呢 许多的病患一听到癌症的时候 就会想说要逃避 有的就会去求神问佛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神明的帮忙 或者有一些热心的朋友 会告诉你说 我们家邻居什么人得了什么癌症 吃了某一个偏方就好了 就是找了一些蜈蚣啊 蚕蚕这一类奇奇怪怪的中草药来吃 为何为什么 常常会有癌症病人 会有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呢 是因为现在的一些医学的治疗 包括手术治疗 放射线治疗 化学治疗 都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 其中最恶名糟糟的就是化学治疗 为什么台湾的民众对于化学治疗 会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呢 其实在于我们的一些电视剧当中 常常把化学治疗给丑化 认为化学治疗的病人 就是会掉头发 会全身无力 会是一个 生命当中最糟的一个情形 到底什么是化学治疗呢 化学治疗是一种肿瘤治疗当中常用的方法 是用口服或注射的方式 将化学药剂 用静脉注射或者口服的方式 使得化学药能够循环到全身 来达到治疗肿瘤 控制肿瘤 甚至治愈肿瘤的目的 化学治疗的发现其实跟战争是有关系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执行豪沟战的时候就释放出大量的戒指气来毒杀这些战场上的士兵 后来有一艘运送戒指毒气这就是化学药剂的毒气的船只在地中海上被集成 这个化学药剂的化学的毒气介质毒气有暴露出来 有散发出来 经过海洋的漂流到某一个地方去 就发现到那一个村落的人就开始造成一些白雪球降低 雪小板降低贫血的现象 后来就发现到说这样的药剂似乎可以用在一些白雪球增加过多的情形 而这种白雪球过多的情形就成为血 所以最早的化学治疗药剂是被用在持续血癌的治疗 而化学治疗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呢 最主要是全身性的系统性的控制肿瘤 第二个就是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 预防肿瘤细胞的扩散 第三个就是缓解肿瘤细胞造成的一个身体的不适 那化学治疗是如何进行呢 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在化学治疗室或者是住院当中经由静脉注射给予 另外一种就是可以在家里口服化学治疗药物 而化学治疗到底要做多久呢 其实治疗多久或做多少次数是按照你罹患何种癌症 以及第几期 以及是否有用过这种药物的反应程度来决定 所以化学治疗药物有可能是每天的 有可能是每周 有可能是每两周 有可能是每三周 那通常在这治疗当中会有一个段的休息时间 让身体有机会重新制造健康的新细胞 来重新获得体力 所以在民众 编程